古建峰 普舊新曲 树带传唱 掌声有请 古建峰女士上台 那么从唐朝的古诗词里边 我写了 用十二年的时间 我写了五十首 很漫长 因为我出生在日本大阪 对中国的古文化 历史文化了解很少 所以写一首 我得找好多人 早上起来弹弹琴 听听 当晚上再听听不行 我就改 第二天还得要再听 所以十二年写了五十首 也就后来出版了一首 新学堂歌的五十首 更多精彩尽在中国新闻网客户端